好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从第一波女性主义到第二波女性主义 再到第三波女性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 以及他们的一些相关的观点 重点就是在于面对父权 一系列的女性主义主学者 他们做了什么 好首先我们来说第一波女性主义 那么第一波的女性主义的浪潮 它的一个源起 就是从平权运动开始 第一次女性主义的浪潮 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 就是女人要跟男人一样 应该相有平等的人权 也就是说女人要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权利 那么他们所要争取的 就是女性在家庭 在社会当中的一个平等权利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第一波女性主义 女权就相当等于平权 就是男人要有的权利 我也要有 所以说如果我们简单概括的话 第一波女性主义特别核心 就是要意中求同 从差异当中求到了相同 那当然这里面涉及到 比如选取权 财产权 子女抚养权 受教育权 只要是在传统男性职业当中 所有的工作男性能干的 我们也能够干 而且这个时候 他的论述重心往往放在什么问题上呢 放在社会的政治 法律 社会等议题上 尤其是争取女性的公民权 当然 这个权利的推进并不是那么的容易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推进的极慢 比如说直到1920年 美国宪法第19条修正案 才赋予了美国的妇女选举权 1918年的时候 全英国的全民代表法案 才赋予了30岁以上 而且应有财产的英国女性选举权 当时男性只需要有21算 就可以获得选举权 后来直到1928年 英国取消了在选举权上 对女性财产的这种限制 并且将年龄的门槛降到21岁 终于实现了两性的平等 而这种两性政治权利的平等 标志着什么呢 就是女性获得选举权 标志着第一次浪潮的结束 在第一波女性主义当中 女权劇浪潮当中 诞生出了很多非常有名的作品 我给大家介绍两部 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 第一部 是弗吉尼亚·乌尔夫的一本书 叫做自己的一间屋子 也被翻译成一个人的房间 自己的一间屋子 这是1928年 弗吉尼亚·乌尔夫在剑桥大学 做的一篇主题为 妇女与小说的一个演讲 他把这个演讲通过扩展而形成的 而这本书呢 就是以女性的这个经济弱势为拙业点 描述一名 描述了一名女性作家 所可能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 尤其是他特别谈到了一点 为什么他这本书当中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观点 他说一个女性要想成为一个作家 他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至少有两项 第一项是什么 一个自己的一间屋子 他叫做一个自由上锁的一个房间 第二个就是每年五百英镑的收入 那么这个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其实大家多多少少想想 也就也就能够理解 女性长期以来在家庭当中 她不具有不拥有财产 她也没有一个自己的一间房子的话 那么接下来 她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她永远会沦为男性的不用 她在家里边 她只是存为一个什么样的工具 她就是一个做家务的工具 这个观念 从某种程度上讲 多多少少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我就非常有体会 比如在疫情期间不能出门 你也不叫外卖 叫快递 也不过是很方便 那怎么办呢 只有在家自己做饭 自己做饭 当然 我本来并不是特别会做饭的 但是在做饭的过程当中 我亲身体会到了一个做饭的不容易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公报鸡丁这个饭 大概是在做饭之前 一个小时之内 我就要开始要准备 准备材料 那然后要 要把这个肉切丁 要让它化掉 切丁 然后这个胡萝卜 这个黄瓜 开始要切 切菜 要洗 等等一系列的工作 都要准备好 然后接下来开始 气锅烧油煮饭 当然吃一次饭 做一个 做一个菜肯定不行 还要做两个 这个可能要花十多分钟 二十分钟的时间 接下来吃饭 很遗憾 一般来讲 吃饭不超过十分钟 就已经做好了 就已经吃完了 那接下来吃完了之后 还要干什么呢 还要进行一下非常必备的工作 就是刷碗 刷碗这项工作 也是一项非常繁杂的工作 如果大家有了解的话 都要知道 好 接下来 假设我在疫情期间 我就体会到了这么多 那接下来 你就可想象一下 如果一个女性每天都是如此 一天三顿饭都是如此 她的大量的时间都被家务 做饭这件事情 何况家务事情还不止做饭 还有很多其他的 她大量的时间都被限制在这些方面 那么好 这个女性她拿什么时间去写作 她拿什么时间 她如何去成为一间作家 所以说她说 你必须有一个自己的一间房屋 你必须所有的时间都由你来支配 第二一个就是每年要有500英镑的收入 这个物质条件决定了上层建筑 你有了钱 那么接下来你才有可能独立 这是她的这本书的一个核心 那么可见 乌尔夫的这本书 自己的一间屋子 特别强调女性在什么上要拥有的这个权力呢 在经济上尤其是在财产上在经历上拥有独立权 当然乌尔夫作为一个作家 在这里面他还设想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他就想设想 他说如果假设沙士比亚有一个妹妹叫朱迪斯 那么他具备跟沙士比亚一模一样的文学才华 那么请问他会不会出现成为像沙士比亚那样的一个文坛剧家 他说不会的 因为沙士比亚出生于小康之中 他可以尽情的施展自己的文学才华 但是沙士比亚如果有妹妹的话 他虽然有天分 但是他留在了家里边 他留在家里边 他就会怎么样 被重重的家务 被很多繁达的作势所拖累 就导致他的即便有文学才华 他也没有办法施展出来 好 那么这就是乌尔夫自己的一间屋子 而这本书当中的很多的观点 渐渐渐渐的成为了女性主义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在第一波女性主义当中 他特别强调在物质上经济上财产上 女性主义要跟男人平权 好 那么这是第一本书 接下来我们要说第二本书 在这个女性主义当中的第二本书 而这本书呢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为什么说它是重点呢 因为它的影响极大 基本上我们搞任何人文社科的研究的人 应该说都必须要看过这本书 就是西蒙波夫阿的第二性 1949年出版 西蒙波夫阿的这个第二性 可以说是第一波女性主义 和第二波女性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文理 他特别强调了一个观点 核心就是强调什么呢 他说就是女人之所以是女人 她不是天生的 而是后天建构的啊 这句话啊 可以说影响非常很深 影响很深 那么当然这句话之所以也很有名 就是后来的女性主义学者 她的几乎的所有的观点 所有的这个理论的想法 都可以从这本书当中找到出处 所以说这本书 它涉及到的内容 而且它很厚 涉及到内容也很多 可以这么说是被称为 女性必读的圣经 批蒙波夫娃是这个法国的著名学者 而且呢 他跟这个 这个著名的法国存在主义的著名 这个思想家萨特 还有一对这个一段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 所以说后来这个波夫娃也被称为了 就是女权主义思想的态度 很多人说这本书 在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这本书 它是有史以来讨论妇女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 也是女子解放运动的一个基础 而且是当今啊 可以说是当今无愧的女权主义第一书 那么这本书呢 当然也有核定本的啊 但是一般的都是分上下两册的 后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从上册和下册两部分来介绍一下 女性主义啊 这本书到底讲的什么内容 好 在第二性这本书的上册当中 它主要着重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在漫长的历史演变当中 女性到底是为什么变成第二性 他们当为什么会被牢牢的束缚在这个 从属于男性的第二个地位上 好 首先它涉及到第一个问题 女性为什么会变成第二性 这个历史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 为什么女性就成为了第二性 就弱于男性 这个问题呢 一般而言呢 就是都会认为这种女性跟男性之间 第一性跟第二性的差异 是从男女两性之间的生理上的差异 但是波夫娃认为 一般意义上讲 我们说这个生理差异 男女之间生理差异是什么呢 比如说男人比较高大 男人比较力量更大 但是波夫娃说 这些还不足以成为女性第二性的一个根源 而让女性略于男性的一个很重要生理上的原因 与其说是体能上的弱势 不如说它是它的繁殖功能 那么也就是说 它与生育相关的某些生理本质 削弱了一个女性的重要的能力 就是什么能力呢 就是工作能力 那么当女性的工作能力被限制的时候 那么更重要的是 它限制了女性的活动空间 因为在人类的原始社会时期 他说女性因为生理结构 被局限在重复性的怀孕 生孩子的家务劳动当中 大家都知道 女人生孩子 那需要对吧 十月怀胎 而且接下来在不断的在养孩子的过程当中 把一个孩子养大成人 那可能需要对吧 好几年的功夫 而在传统的社会当中 女性可不是只生一胎 还可能生好几胎 那么基本上女人的青春一辈子 基本上在这几年 十几年的功夫 不断的就在生育孩子 养家庭的家务劳动当中就过去了 但是男性不一样 男性就走出了家门 在传统社会 原始社会当中 男性走出家门干嘛呢 采集果实捕获野兽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男性进行的是一种超越性的活动 而女性不是 这就导致了男性进行的这种超越性的活动 形成了女对于女性的性别优势 还是在这里要强调一下 波夫娃是一个存在主义的女性主义者 存在主义者 她之所以跟萨特能够成为伴侣 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 他们都认为这个存在主义观点 而存在主义者认为什么呢 人类之所以追求 之所以比别的物种高级 追求的不是物种的延续 而是在于什么呢 而是在于追求的一种自我的超越 但是这种女性因为她需要繁殖 需要繁殖 于是就形成了她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女主内 就刚才我说的女主内 因为她主内 所以她没办法 她的生活是不断的重复的 而男性对不起 她不需要繁殖 于是就形成了我们经常说的男主外 那么因为男主外 那么她所生活的空间就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超越性的 这两者之间就会导致了男性形成了这个女性的一个性格优势 这是一个她 波夫娃论述的第一点 那么接下来第二点 有人会说了 说我们这个在历史上大家都知道 人类历史不是只有父系这个世俗社会的 人类历史最开始的时候也有母系世俗社会 也有所谓的母权母权制 但是波夫娃认为 说这种母权社会 母系世俗社会 母权制 只是一个神话 而且这个神话是由男性编写的 确实 波夫娃也承认 在人类历史当中 男性确实曾经一度崇拜女性 为什么崇拜女性 因为他们觉得女性身上有一种大自然一般的神秘的一种繁殖的力量 说白了 还是把女性看作是一种繁殖的工具 只不过当时的男性因为不了解女性的繁殖是怎么产生的 所以说那当然就会对女性开始崇拜 但是渐渐的他们发现了 女性之所以能够生孩子 跟他能跟这个女性本身没关系 女性只不过是一个载体 那么接下来男性一旦去了解了这点之后 他就开始了对女性的统治 好的 我们看波夫娃的第二个论述 他开始解决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在整个的历史社会当中 男性究竟是靠什么把女性禁锢在第二性这个位置上 答案很简单 就两个 一个是私有制 一个是宗教 第一个 在整个的父权社会当中 女人是一种私有制的财产 财产这个概念是整个人类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他土地是财产 奴隶是财产 房屋是财产 女人也成为了一种财产 而且伴随着私有制的这个产生 女人也成为了一种私有制 私有财产的一个附属物 那么女人的命运始终就跟私有制这个概念相联系着 那么接下来财产是可以继承的 那么女人也是可以继承的 就跟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 三纲五常当中 你会发现在整个父系制度规定了 女人就是属于男人的财产 首先他是父亲的财产 然后他是丈夫的财产 而且父亲对他的女儿拥有一切权利 之后通过婚姻把他转让给他的丈夫 到了今天你会发现 现代社会当中的婚姻婚礼这个环节当中都有一个环节 就是父亲把自己的女儿交给了他的这个新郎 这样的一个场景 这个场景其实也就恰恰是女人作为男人的财产 这样一个转接过程的交接过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仪式 同时这种父亲的父权的私有制度 还得到了宗教的有力的支撑 所以就会一直以来 女性把这个女性牢牢的禁锢在这样的一个第二性的这个位置上 好 接下来第三 波夫艾尔解决的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为什么女权运动到了19世纪才会爆发 为什么早不爆发晚不爆发 到了19世纪爆发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妇女开始走出家门 开始参与了社会劳动 工业革命的兴起 机器的广泛使用 不仅摧毁了原来的土地所有制 而且还让社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 超过了男性所能提供的一个极限 简单就说 简单而言就是人不够用 劳动力不够用 这个时候我需要征用更多的劳动力 这个时候谁最合适 女性最合适 所以妇女走出了家庭 到了工厂里去干活 在这个过程当中 怎么办 妇女开始走出家门 开始参与社会劳动 女权主义才罢有了一系列的可重 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呢 就是人口控制 十九世纪末 十八世纪末 十九世纪初的时候 马尔萨斯主义在西方渐渐兴盛起来 就是人口理论 那么这种人口理论 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 人类必须控制人口增长 否则人类就会导致社会当中 人类社会当中很多人是贫穷的 那么这种人口理论 就会让堕胎 避孕等这些手段风行起来 那么女人终于可以从自然的这种附属的生育机器当中解放出来 控制自己的身体 避免了自己沦为了生育机器 当然到了今天 女性的处境虽然有了好转 但是两性之间依旧不平等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女性有没有可能再进一步 有没有希望去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这就到了第二性的下册这部分内容 下册这部分内容 你会发现 它跟上册就不太一样 它探讨的问题就更加的微观 探讨的是非常具体的问题 他首先来探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什么呢 一个女孩究竟是怎么样变成了一个女人的 他为什么要说女人不是天生的 而是后天形成的 他说女孩成为女人 不仅是要她要生理的自身的这样一个变化 更重要的是 从女孩到女人的过程 是被抚养 是受了抚养方式的影响 是被养成的 我们想象一下 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他不会知道自己是什么性别 更不知道这个性别 他意味着什么 但是大约从三岁开始 变化开始出现了 父亲给予一个男孩的亲吻和温存的机会 越来越少 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 严厉的呵斥 而且对他的这个男孩的暴力行为的容忍度越来越高 反过来家长给小女孩的这种爱抚温存这种亲吻啊 会越来越多 而且给一个小女孩的教育是要他乖乖的 不要做出像男孩那样的行动动作和行为啊 让他有要有所谓的女孩的样子 渐渐的这个小女孩就没有了同龄男孩那种好斗那样的活力那样的一种冒险精神 甚至你可以再想象一下 假设啊一个孩子三岁的孩子有邻居过来 有朋友过来到家里做客 他肯定要给这个孩子带礼物 如果是一个男孩就会给他带什么呢 比如说一把小手枪啊 一个小汽车啊等等一系列的 这样属于男孩应该玩的所谓的玩具 那如果这个家里的孩子是一个女孩 那就会给他送什么呢 送洋娃娃呀 送等等一系列女孩应该有的玩具 在这个过程当中 抚养的过程当中 后天的文化建构 导致他说 哦这些东西是属于我的 所以说在童年阶段的女孩 就渐渐明白了男性在这个世界上优势 同时他也就感觉到了父亲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 通过学习 他渐渐的明白了 这个世界的主宰不是女人 而是男人 而且接下来此外 人们就会告诉他 你要成为一个女人 女人不应该有太高的目标 一个少女就会抱之了 她的性别就决定了 她的命运最终决定前不是属于自己的 她想要在别人节里有价值 她需要做的不是提高自身的素质 而是去迎合男人的梦想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她的梦想越伟大 越狂野 她的意志力越强悍 那么她身上的所谓的女人味 她对男性的这种诱惑力就会越低 而在女性的成长过程当中 她逐渐接受了身为女性的命运 那就是必须依附男性 必须取悦男性 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后 女孩终于成为了女人 将自身的价值捆绑在了婚姻与家庭之上 这就是波伐特别要强调的 女人不是天生的 女人是后天形成的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 婚姻和家庭对一个女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波伐告诉我们 这意味着一个女人首先要向她的丈夫提供服务 这个服务主要分别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性的服务 第二个是生育的服务 第三个就是家务 那么接下来 那性服务不用多说 有一句话 就是婚姻是长期的卖姻 第二个就是生育 生儿育女 怀孕只有发生在你婚女人身上才会收到尊敬 当然还有家务活 一日复一日的繁琐的沉重的家务活 他说 当女生发现 她必须放弃外部世界的时候 她的家就成为了她的世界的中心 成为了她生命当中唯一的真实 在这种情况下 她所有的野心就是把家改造成为一个王国 让家变得更加漂亮 她投身于家务劳动 从找到某种满足感 甚至从家务劳动中发现出了某种审美美感 但是残酷的事实是 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带来胜利的战役 因为家务劳动本质上是什么呢 就是千篇一律 周而复始的重复 好 这个时候人们还会跟女人说 别慌 别难受 还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在等着你 你可以生孩子 你可以做母亲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在波伏娃看来答案是否定的 在波伏娃在研究后指出 确实女人 有的女人对于怀孕和补育 感到极大的快乐 但那绝对不是普遍状况 就像人是多种多样的 母亲也是多种多样的 有的母亲在孩子身上能够找到充实的幸福感 但也有很多母亲是不幸的 尖刻的不满的 但是无论如何 当人们所谓 将所谓的这种母性设立为典范的时候 母亲将母亲那种高大崇高 牺牲精神伟大 伟岸化成等号的时候 这种欺骗就开始了 这种欺骗的目的就是什么呢 把母女人封闭在母性的这样一个圈圈当中 把它局限在一个雌性动物的本质当中 好 那么接下来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婚姻家庭依旧被看作是女性的一个应有的属性呢 又为什么即便是很多是职业的妇女最终依旧回归家庭呢 还要将家庭放在事业之上呢 尤其是到当今经常会有干得好 不如嫁得好 这样流行化在背后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社会现实呢 其实 女性在工作与家庭之间最终选择家庭 这种状况在波夫娃生活的年代就很常见 在波夫娃看来 这是女权运动发展初期必然会出现的状况 这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 世界依然掌握在男人手里 女性要与男人真正平等过程将会非常艰难 而这种艰难让很多女人退缺了 一个女人在18岁到30岁 这个身体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时期 她受到了很多事物的纠缠 导致了她不能完全投身于事业当中 而且就算她努力工作 周围的人也很少会像尊重一个男人那样尊重她的努力 这极大的削弱了她的自信 更重要的是当代社会当中 不仅是波夫娃那个年代 到了今天女性的公司整体的低于男性 女性职场升迁的机会也大大的低于男性 这在19世纪看起来不算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在以后越来越表现出她的危害性 而最终的结果就是 一个职业女性在儿立之年 她发现自己在世界上并没有 事业上没有获得他们太多的收益的时候 也看不到太好的职业发展的前景的时候 这个时候她发现身边那些被丈夫养在家里的那个小女朋友啊 过得非常看起来非常快乐优越的生活 于是她觉得自己选择了一条非常艰难的路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 你可以发现有的时候对于很多独立女性的采访啊 有的记者会对独立女性比如像董明珠这样的独立女性采访的时候 经常会问到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你是怎么平衡家庭与事业的关系 你会发现这样的问题从来不会问到男性的成功人士身上 没有人会问马云你是怎样平衡家庭与事业关系的 这个背后依旧存在这样一个观念 那好接下来波法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那怎么办呢 女性应该怎么办呢 好波法首先第一条 这条非常重要 也是波法认为非常重要一条就是工作 女性必须要工作 波法提醒所有的女性 一旦女性不再是个寄生者 建立在这个衣服体系之上的这个 衣服之上的这个体系就崩溃了 在历史上正是通过工作 女性才跨越了女男性之间的距离 获得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在现实生活当中 也只有工作才能保证一个女性行使她的自由 有权利选择和她博弈的这个筹码 所以当然波法也承认很多女人就是崇尚家庭 她就是渴望婚姻 她就是想当母亲 但是她特别强调 当一个女人在决定成为妻子和母亲之前 她必须首先成为一个人 不仅如此 波法还特别认为 只有一个独立而自由的女性 才能获得真正幸福的婚姻 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美好的母亲 第二一个 她特别强调第二点是什么呢 就是女性在被事业为努力的时候 也不要以男人为标准 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 就今天的社会呢 依旧是男权社会 成功者大部分是男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 女性要想获得成功 很容易想到那怎么办 我就要把自己变成男性一样 可是这样一来 其实你还是屈服于男性 你在按照男性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把自己异化成男性 波夫娃说 其实不是的 女性有一些跟男性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女性先天 可能更加的情感丰富 更加的敏感 这都是属于女性独特的一些优势 他说女性要发挥这样一个优势 在这些利用这些优势 作为这个事业的成功的一系列的筹码 所以他说在事业进行努力的时候 不必以男人为标准 第三最后就是什么呢 这个作为一个存在主义者 波夫娃召唤所有的女性 要追求真正的卓越 当时波夫娃是高校的一个大学的一个教师 波夫娃指出 他所接触的那些大学女生 他说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 就是他们学习非常认真 但是呢 很浮显 因为这些女生认为 女性化的学习 主要靠的是耐心 主要靠的是用功 于是他们就尊重权威 死记硬背 不知不觉的放弃了批判意识 放弃了反思意识 他们很这个 这些学生当中 很少有人体验过那种精神的历险 那种思辨的快感 那种那种反思的丰富感刺激感 因此越是在强调创造创新的这种学科 女性的劣势也就越明显 同时在职场上也是一样 女人呢 比较容易凑合 比较容易满足于平平淡淡的成功 因为社会毕竟对女人的 在事业上的要求并不高 所以他女人也就不愿意给自己定高标准 定严要求 所以说波伐认为 女性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太谨慎 而这种太谨慎会导致太平庸 她不能豪迈的 不能大胆的 不能不顾一切的 向奔向高目标 而这种顾不自封 就是将胜利到最后让给了谁 让给了男人 要知道那些被我们称之为伟大的人物 他们之所以能够肩负起世界的重任 他们之所以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他们往往都是有过失败的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所以这一点是女人 尤其是那些很多女人 从来都没有做过的 所以说波伐最后特意相信 只有当女人真真正正 至于两性差别之外 只有她对世界采取一种 非常广阔 更加无似的态度 她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创造者 也只有在那个时候 男女平等的世界 才会真正的降临 这就是波伐的一系列观点 而波伐这本书 之所以被称为女性主义的圣经 我们可以看到 她的很多的观点 虽然是在1949年出版的这本书 而这些观点到今天 依旧有了非常重要的启发 所以它被称为女性主义的圣经 好 这是第一波女性主义 我们重点介绍了波伐 好 接下来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第二波女性主义 可以说波伐是第一波女性主义的结束 也是第二波女性主义的开端 而第二波女性主义呢 跟第一波女性主义的最重要的不同 就在于什么呢 就在于 经过第一波女性主义的努力 女性在政治上 在社会地位上虽然获得了改善 但是你会发现 比如说媒体上登了版的主流的媒体形象啊 却依旧把女性塑造在贤其良母的层次上 并没有建立起属于女性 真正有别于男性的独特的这种主体性 所以第二波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者要干嘛 要同中求益 他一方面当然要继续 第一波女性主义的诉求 就是要争取女性的各种权益 比如说生育权 比如说堕胎权啊 这个堕胎权利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权利 也是在整个女性主义争夺的上 就是女性有没有权利选择堕胎 有人认为说女性堕胎 就是对于生命的恶上 你就是在杀死一个生命 但也有人认为 一个婴儿还在胚胎状况的时候 她还不能称之为人 那么这个时候女性选择堕胎 其实是在选择女性 有没有权利处理自己的身体的这个问题 那好 所以就会产生这样一个激烈的争论 在第二波女性主义者 就开始要求要社会重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 鼓励女性拒绝成为男性的普通科技 才能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这个 这个主体性和性别认同 而且这次浪潮吸引了很多有色人懂和发展国家的这个妇女 产生了女性主义等等一系列文化研究的这个学科 那么第二波女性主义呢 接下来我们要说有两大阵营 两大阵营简称呢 叫做法国派和英美派 法国派和英美派 法国派特别强调我们简说 他追求的是一种叫做大邪的女人 他们的观点认为 女性之所以女性就是跟波夫娃的传统很像 就是认为女性是被建构起来的 所以说女性本身的性别不重要 什么样的这个建构 一个属于女性自身的一种意识形态 才是最重要 代表人物比如说朱利亚克里斯蒂娃呀 西苏啊 艾拉娜西苏啊等等 第二个就是小写的女人 英美派小写女人 小写女人就认为女性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要学会书写女性自身的独特经验 然后接下来把我们独特的经验 那些不一样的经验呈现出来 展示给大家 展示给男人看 好 那我们简单说一下英美派的代表作家 代表理论家有谁 第一个就是 Cat Limiter 著名的这个一本书叫做性政治 他被这本书呢 被视为 如果说波夫娃的第二性是第一波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经典之作的话 那么第二波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就是Limiter的这个性政治 一个核心观点他认为性别就是政治 性别就是政治 因为如果以往人们认为什么是政治 就是种族关系阶级关系是一种政治关系 那么Limiter告诉我们政治关系性关系性别关系也是一种政治关系 比如说长久以来男性尤其是在文学作品当中 男性借由文学中对性对性行为的这种描述 不断的复制男性中心的意识形态 然后对女性形象的这种歪曲与生理的弱势不断的进行刻板化 他不断的不遗余力的进行塑造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那么Limiter性政治就在批判这点 比如说大家比较有名的 大家了解一下就是都熟知的就是著名的这个水浒传 水浒传当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 我们会发现基本上水浒传是一个 有人就说有一个极强的艳女倾向 这你会发现在水浒传当中 男性形象非常阳刚 有些很多的这个108个好汉 但是女性形象基本上没有什么正面形象 女性形象往往被塑造成为比较的淫荡的 比较的混乱的 而且很多的这个观念意识立场不坚定的 像盘金莲啊孙二娘啊等等等等 很机会上没有塑造出一个什么样的好的女性形象 那么在女性主义看来 从性别的角度去切入到这个作品的话 会发现其实水浒传是一个典型的男性写作的作品 当然他当然我们不能不能因此否定水浒传的文学成就 但是在某些侧某个视角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伊莱恩·肖尔特的他们自己的文学 这本书呢 他也是从文学的角度来去入手 来去探讨一个什么问题呢 他说女性的书写 女性的写作经历了很多阶段 他说有这么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他叫阴性阶段 阴性阶段一个特点就是 在女性在模仿当代的主流男性作家 女性作家在这个时候 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试图在男性主导的框架下来证明自己 在知识上能够与男性平均工作 那么这个时候他会怎么办呢 女性作家会怎么样采取一个 采用男性假名的方式来去解说 说白了就是冒充男性 然后接下来开始对某些方面来去写作 来去书写 比如说著名的作家乔治·埃略特 用男性的笔名来确保自己的作品 能够被认真看待 能够被发表 而且还不被当作浅显的爱情故事 这个时候他管他叫做 就是女扮男装 因为没办法 我只能扮男装 我才能进入到一个社会体系当中去 好第二个叫做女性主义阶段 就是干嘛呢 就是批判与抵抗既有的一种价值观念 这个时候他说 这个时候文学作品来表达的是 女性气势是如何被男性曲解的 而且这种表现这种曲解 有可能导致了一种悲惨下场 这时期的最大的特点就是 女性作家开始拒绝 并且批评男性的价值标准 而且开展展开了这种反男性的 这种女性美学观 比如说之前我们讲的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的很多理论 被女性主义诟病很多 因为他认为弗洛伊德 所有的观点都是建立在 男性的这个基础之上的 比如说我们之前这个说的 这个男性当中有恋母情节 但是女性的所谓的恋父情节 就体现的不是很明显 他说第三个阶段 女性的阶段就是什么呢 就是1920年到一直到现在 追寻属于女性自身的数学风格 这个时候女性作家 舍弃了模仿 舍弃了抗争 而转向投向了对女性经验的出血 达到女性真正的这个美学的自主权 好 这是英美派 我们举了两个理论家 第二个法国派的代表 法国派的代表 法国派代表当中最著名的 第一个就是 朱利亚克里斯蒂娃 克里斯蒂娃 他的更多是在哲学上 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他探讨什么呢 他借用了拉康的理论 刚才我们接到 拉康除了我们上节课讲的 镜像阶段 他还有一个叫做 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的这件说法 当然在这里我们不需要理解 他是这个想象界象征界的是 一个什么样的说法 那么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 他之间的这个理论过程 是什么样子的 克里斯蒂娃提出了一个 第一个叫做象征界 什么是象征界呢 就是理性化的语言的规则 而第二个层面是什么样的界呢 叫做想象界 想象界是什么 想象界是理性化之前的一种语言能量 那么理性化的语言规则 比如说举个例子 比如说语言当中的这个语法规则 比如说小说当中的具体情节 而符号这个想象层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婴儿的这种语言 就是混乱的 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就有的时候啊 有些你的感觉 你的经验是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 你能找到一个很明确的词 来去形容你此时此刻的感受 那如果你能找到一个词汇 一个词汇能够这个表达你的感受 他说这就是象中界 因为你是基于一种理性化 你能找到一个词来去形容你的思想观点情感 但他说更多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气腻的微妙的这些情感 你是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的 你找不到一个词汇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是他还没有诗话之前 还没有理性化之前这个语言能量 那么他说他说 呃在这个过程当中 女性更多的应该是在想象界发挥作用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啊 呃吉尔曼有一个小说叫做黄色的强指 这个故事讲了一个什么呢 这个故事讲述了 就是在男权社会当中啊 主主人公的一个非常窒息的一个困境 就是这个女孩啊 他的一个丈夫约翰医生 为了让他从产后抑郁当中的康复过来 就把他带到了乡村进行疗养 然后把他隔离在一个楼上的婴儿房里 房间的墙上贴着是什么呢 令人厌恶的黄色的墙纸 然后约翰呢 按照疗养的理念 禁止他写任何东西 他就被束缚在这样一个房间里面 主人公渐渐的就对墙上的这个黄色的墙纸着了迷 然后这个黄色的墙纸呢 就激发了主人公的自我意识觉醒 最终促使他战胜了社会的束缚和婚姻的限制 这个作者就是用黄色墙纸这个意向 传达了这个概念 黄色墙纸不仅仅是这个故事当中场景的一部分 也是象征着这个主人公身心所受到压抑 象征着他这个困境 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 女主角经常 自己的随便的喃喃自语 然后表达出了 在这个小说当中经常会呈现出自己的一些 纷乱的一些思绪干扰着 就导致这个小说你在阅读的时候 你会发现叙事的语言非常的逻辑 非常的混乱 非常的崩溃 但是 克里斯迦娃提出说 指出会指出 这种没有办法被理性理解的这种语言 才是女性真真正正的语言 因为你一旦被理性理解 那才是真正正正的男性的语言 这就是克里斯迦娃的这个观点 当然除此之外 还有比如说西苏 著名提出的重要概念叫做阴性书写 什么叫阴性书写 他认为跟克里斯迦娃一样 就是阴性的诗写 就女性真正属于女性的写作 应该是什么呢 多变的 非理性的 失序的 而且他应该跟孩童跟母亲之间相互连接着 那么他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就是拉康的这个想象界的一种语言模式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 到了第三波女性主义 就是90年代中期 90年代中期的时候 那就彻底动摇了所谓的什么叫做女性气质 男性气质 身体性别性等等这样的固有概念 反思了过去女性主义运动当中的所有的问题 将种族阶级同性恋等概念纳入到了这个半场当中 使得女性主义主义有了更大的包容性 揭示出了女性问题的更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当然第三波女性主义代表人物呢 现在还很少有找到一个特别经典的我们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女性主义的问题到今天一直被反复的在谈论 那好接下来呢 作为新闻说人业同学 我要给大家有几个认识和忠告 也是一些基本的思考 就是说尤其在我们当代社会当中 我们怎么去看女权的问题 举女权的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如果说大家前一阵关注到新闻的话 我相信新闻学专业肯定会了解 就是有一个事件关于你李子柒火 李子柒的视频火 那李子柒的视频的火 产生了很大的争议 其中的反对李子柒的一种观点 就认为什么呢 李子柒是一种女德 她是传统社会当中的女性的那种象征 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 女子柒是不是女德的一个代表 那么接下来就会涉及到 你会发现女性主义 因为我为什么要说这些问题 就是大家很容易学了女性主义之后 了解女性主义之后 就会带有着女性主义眼光 看所有的一切问题 当然它有的时候很有效 但是未必有些时候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说我要给大家一些基本的思考 在这里面 第一个我要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到 女性主义不等于性别战争 女性主义的最终目的 首先是要平权 第二个是要建立女性的主体性 建立属于女性的真正的自我意识 它的目的不是反过来要压倒男性 它的最终目的是让男性和女性 在一个平等互相尊重的状态下去相处 但是在将近的社会当中 有这样的一种观念 就是很多人他其实不了解 女性主义的问题 他把女性跟主义看成了是什么呢 看成了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 一种零和博弈 这是一种非常畸形的 两性关系的视角 事实上来讲 在男权文化当中 大家要有这样一个概念 受害者不仅仅是女性 男性也是受害者 男性不是纯粹的占便宜的那一方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最拥护男权的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女性 是女性当中的那些既得利益者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 在当今社会当中 大家一定要知道 女性主义不等于性别战争 第二个问题 就是在谈女性主义的问题的时候 因为也确实有这样一个概念 所谓的田园女权的概念的时候 田园女权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就是只谈女性的利益 不谈女性的责任 这个是你会发现 有的田园女权也好 直男来也好 女权表也好 等等这些概念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呢 他只谈 他只是从自身的利益角度来去考虑 我支持哪一方 所以你会发现 在当今社会整个的舆论场 之所以为什么女权问题这么敏感 就是因为他背后 其实本质上涉及到一个利益问题 比如说 我之前看到一个视频当中 举了两个例子 我觉得特别好 我在这问大家 你去问自己一个问题 假设你是一个女孩 你开始谈婚论嫁了 要结婚了 这个时候呢 你跟你的男朋友 你接未来的老公 要开始一起负担 这个买房子的首付 请问 作为一个女孩 你觉得自己吃亏了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假设 你跟你的男朋友 还没有结婚 你们两个都到了一个 离开家乡很远的一个城市里边 共同打拼 你们共同租了一间房子 你们赚的钱 经济水平差不多 请问 你们愿意 你作为一个女孩 愿意跟这个男孩 共同负担房租吗 好 这两个问题 你的怎么 如何去回答他 直接决定了 你在探讨 女性主义问题的时候 你到底是只关注利益 还是要关注责任 还是 还是 就是 是否是只看中利益的地方 事实上来讲 你会发现在当今社会当中 很多男性会支持女权 男性支持女权 毕竟不是 不在于他他的观点是什么 而在于他出自于自身利益考虑 同样有些女性支持男权 也是出自于他自身的利益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的看的问题的方式是不客观的 好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我在这里边 尤其是这个新闻专业的同学 我要说一下 就是大家一定要在这里边有这样一个意识 就是女性主义的这个问题 女权问题 在中国 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当中 他不同地区推进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圈层认识 也就意味着 你所能看到的很多的现象 不是中国社会的整体状况 但你很容易把你周边的现象 当成中国社会的整体状况 比如说上一节课 我们举的那个例子 说那个那个公众号的标题说 中国女孩没有穿衣自由 我相信他是源自于他自己的切身感受 但是当他一旦把这篇文章发出来的时候 他贯之以中国的名义 说中国女孩 那么这个时候就很很难做到客观了 比如说你在一个一二线城市当中 很有些公司啊 在企业当中呃 员工的男女比例是差不多的啊 甚至有的地方还可能还会出现 阴盛阳帅的局面 甚至有的时候男女工资也是差不多的 甚至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 这个女性的工资还会高于男性 而在这样的地方你会发现 你尊重女性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状况 这个时候当你在网上看到了 有些人高喊着女性主义的口号的时候 你很容易产生一种感觉说 那还需要什么女权呢 你不已经实现了女权了吗 那你之所以还这时候还要实现女权 就是你们这帮女权主义者在作妖啊 在在怎么样怎么样 在在夸大起死 但事实上来讲你看到的可能仅仅只是属于中国 只有你百分之一 甚至百分之零点几的那个那个圈层当中 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还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一个啊 这个性别不同的这个这个状况啊 比如说什么闹半娘的状况 比如说一个女孩到了城市里面去打工 但是他不断的要往家里边去寄钱 给他给他给谁呢 给他的哥哥 他的哥哥很有可能都没有工作啊 游手好闲 而且接下来他的父母准备了一个房子 就是给他哥哥结婚用的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当你看到这些现实的时候 女性主义并不是无病生意 你看到你认为女性主义是无病生意 很有可能是你的圈层限制你的连接 第四个啊 第四个我在这里还要强调的一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呃我在这就不打出来了啊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太过多的把女性主义 看作是一个啊 棒之四海皆准的一个标签啊 就是刚才我们要谈到的一个问题 其实波夫哈也提了 我觉得他说的很好 就假设一个女孩就是选择回归家庭 这是不是代表他就是被男权归信下的一个产命 你一个女孩就是选择 我就是要相夫叫死 是不是意味这个女孩的思想是保守的 我们应不应该站在女性的角度上来去批判他 啊 然后去骂他 说他就是生育低体 就跟骂李子柒是女德一样 这种用女性主义禁锢女性的方式 其实是啊 是这个不可取的 我们在探讨女性主义的时候 一定要尽量把他避免把他坐落到个人问题上 因为个人选择是个人选择 女性主义探讨的是女性群体问题 你用女性群体的问题来去禁锢某一个个 某一个个人的选择的时候 他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啊 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啊 经常有的时候会看到有些女性的 比如说这个有女性意识的人啊 假设一个朋友发了一个朋友圈啊 今天晚上啊 回家给老公啊 做了一顿饭 老公吃得很开心 于是我也觉得很开心 接下来底下一个评论 说女性应该为自己的这个这个努力做出快乐 而不是因为因为男人快乐自己才快乐 啊 这样的观点 我觉得就有点多多少少 有点这个交往过正了啊 虽然说在女性主义问题上 有的时候交往必须过正 但是在有的在细节问题上 不必要在生活上生活当中 每一个细节都搬出女性主义大题 否则的话 在这个过程呢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好 今天关于女性主义美学 我们就讲这么多啊 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 好 今天我们就上到这 下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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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